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妇女可以在这个机会见面 几年前我去她不理我 我看到那个忌惮的上面有一张啊 她好像一岁的照片 还有我留着胡子瘦瘦的跟她妈妈看到那张照片啊非常非常好感动 但是她在讲话了都没有看我 也没有讲到我 我很失望的离开 但是她是还很有心 我去做望秀之王她也送花啦 我来做华士天王诸葛秀她也送花啦 那八八姐她故意暗中利用我节目做完 要在这个华士的门口要给我做生日 那天不知道怎么样 我提早下班 她就没有碰到 所以她留一封信 我把我那个信把它公开了 这个公开是我不对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信 现在到现在还没有看 那我看到这个网络里面五大就是诸葛亮的关系 所以今天票房才会不好 我也很痛苦 我也很伤心 所以我也很沉重 今天各位媒体 我第一就是大家信用我 我们没有什么时候见面 以前啊 我刚刚付出的时候的 刚刚付出的第几个月 王彩华有打电话给 说女儿要偷偷跟我见面 好不好 我说这样不行 因为媒体都说我们都没有见面 啊没有见面 可能他们固执早就见面了 都在骗我们媒体 我是给媒体一个交代 我诸葛亮才说 这样见面我不要 我要他正式公开给媒体主导 说我们今天要见面 但是他已经决定了 他这个人的心跟我一样 嘴巴也跟我一样 希望心跟我一样是软的 那想来想去 我软了 我不对 所以我今天开这个记者会 给谢金燕的人知道 希望了解他的爸爸 希望了解朱葛亮 我明天会去看 谢谢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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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有喊话说 那是他在喊话中会上台吗 那会不会想说 就谢子星会跟谢金燕 合唱一首歌 比如说爱等于大哥 唱歌是不会的 因为他唱的歌我不会唱 我希望他制作单位 真正做一件好事 做一件好事 我诸葛亮会上台 我希望 我知道谢金燕也蛮有勇气的 希望两个都不要哭 人家买票进去 我给你 参加一角 让你的节目更热闹 让你好好的表演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 帮我的忙 我的好朋友帮我的忙 去买个票 让他有好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哥 觉得有点感想 对啊 因为 他的意思 我都错误了 他是 翻评要来做生日 要偷偷要跟我见面 我这个嘴巴太硬了 这样我不要 他变成恨我了 连那个网路也写我不好了 我说希望我把这个网路这件事情 赶快把它取消掉 让我们社会的观众 爱诸葛亮 爱谢金燕的人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真的都没有见面 18年了 18年 都是在电视看到他 或者在过年看到他在表演 说数率好高 好红 我都好高兴 那为什么不跟我见面呢 我是一直讲说 我有做过很坏吗 难道我很恶劣吗 原来就是以前我欠人家的钱 人家就向他要 要到他哭了 什么样的 谁向他要我都知道 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都知道 所以他恨到现在 我希望我把心里的话 再讲一遍 我希望我们那个制作单位 指办单位 某一个时间 给我们几分钟 我上台 就是历史的一刻 不一定以后 没有机会上台 也没有机会在一起 拜托制作 那个指办单位 帮忙我 我也谢谢你们 这件事你做得好 指办单位 你们的人会多 多活好几十年 谢谢啊 谢谢 我们明天见